字幕字幕提供 很多年前,我做了一件很錯的事 做了錯事, 懂得改就行了 這個錯不是改就改到的 我是錯得很離譜 就算犯得更大的錯 只要有心, 一定有辦法可以補救 補救不了 我害死了一個朋友 你想說的害死 我想背後一定有個故事 從法律角度來看, 我的確沒有責任 但在我心裡, 我很清楚是發生什麼事 這件事一定很困擾你 就憑剛才你那拳就知道了 對不起, 那時候我正在讀中學 人家蠢蠢, 好像很乖 所以老師也喜歡安排一些頑固的學生 坐在我旁邊 希望你可以帶好他們 希望嘛 那年老師又安排了一個 他們覺得是全班最頑固的同學 坐在我旁邊, 他叫陳恩 我這個同學上課不是睡覺 就是玩說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馬強, 你在搞什麼 馬強, 小式去, 不用找我 知道 本來我對這個同學真的沒什麼好感 直到有一次 我們因為功課做得不好, 要罰劉堂 起來吧, 陳恩 明天你的作品要交給李Sir 不然又被警察罵 不交又罵, 交了寫得不好又罵 那我交來幹什麼? 這裡沒什麼好玩, 我走了, 馬強 喂, 帶李Sir為了做功課才能離開 你過來 李Sir的車子也不在, 即是他人都離開了 你留不留也沒人知道 但這份快樂的功課我一定要交 你有什麼不懂, 我教你了 就這裡吧 我想也想不明白 通常用Kalcium Hydric加水, 即是加H2O Kalcium Hydric加兩個H2O Kalcium Hydric會將兩個H2O分解 變成Kalcium Hydroxyl Kalcium Hydroxyl加兩個H2O 那兩個H2O就是H2O 沒想到他科科也不合格 唯獨是化學這科, 經常都拿滿分 他是這方面的天才? 陳恩對化學很有興趣 對, 甚至會找很多課外資料回來研究 這是什麼? 是在圖書館找的, 很好玩 待會兒我洗了兩個, 像上次一樣 來, 幫忙吧 你們知道剛才用完的用液 你把藥藥放在哪兒? 刑宣, 那邊, 來, 小心 那些藍色很漂亮 何止漂亮? 你幹什麼? 你安靜一點, 好器在後頭 你先看看衣服 為什麼這麼有趣? 因為我在鹼性溶液裡 加了H2O2, 即雙氧水 另外再加了 reunIF Bullet 是經過鐵三正梨脂 或是鐵二正梨脂的吹閥之後 自然會出現藍色 不過現在情況有變了 為什麼那些藍色要出來? 怎麼才可以弄走呢? 糟了, 書從沒說藍色會出來 怎麼回來了? 那怎麼辦? 之後他還幫我補習化學 我中學營學科, 之所以通過 很大原因是他幫我打好根基 原本老師是打算叫你打好他 誰知反而他幫了你 你知不知道這些火柴是什麼成分? 火藥 是黃麟、硫磺、陸酸甲 你今天在實驗室拿黃麟粉 就是為了自己做火柴嗎? 還要加上硫磺和陸酸甲才行 不過你別亂學我 萬一把炸藥拿出來, 很大事 我哪有你這麼聰明, 我也練了阿瑪 給你看點東西 別眨眼了 糟了, 你說爸爸在這裡全都是古董 一定很貴的 幸好他現在都不在 不行, 我要打電話告訴你爸爸 瘋子, 讓他知道殺人也像 你不說, 我不說, 他不知道 那個花瓶耳朵難成, 他怎麼會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把他刺回來就行了 反正他很少拿來玩 那我們去買萬人膠吧 不行的 用外面加的萬人膠 一刺一個接口位就會有白霧 一看就知道, 那怎麼辦? 用我自己追的清肌炳希酸之籤 就沒問題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 如果被你爸爸知道了 我真的沒那麼多錢賠 你放心, 就算被我爸爸知道了 我也不會霸你出來的 小時候做錯事, 真是不敢承認的 就是靠他的自製萬能膠 事情就不了了之? 怎麼會沒人知道 那次是我一個很重要的人生教訓 你還不快點抄完這份紙 你老是說不抄完就不准走 抄東西而已, 花多久了? 快點做吧 你手做什麼? 好, 沒事 一定有些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 就最差學校的清肌炳希酸之 也不僅是他那些過期 還是我太樂得輕手 一點瘋力也沒有 你爸爸知道了是我打破了花瓶嗎? 是, 他知道了我打破他的花瓶 不行, 我要向細伯解釋 根本與你無關 你別的, 你去了我這個人是不是霸手? 對不起, 是我累了你 你別說這些話了, 他是朋友 我終於發覺 他並不是老師眼中看過他那麼壞 還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還很有義氣 可惜, 最後我也辜負了他 幹什麼? 別問了, 走吧 走吧 我們已經被李Sir佛流堂了 還跑來實驗室幹什麼? 就是要趁別人放浪, 汗沒浪費 我才可以來這裡拿點尾 拿什麼尾? 別找那麼多, 快過來, 蹲下 來, 去吧 什麼事人? 來, 上星期陳Sir上攝影師燒給我們看的 你拿點尾巴來幹什麼? 你很認識我, 就快做發明家了 你說什麼? 你放我下來再說 我參加了一個亞洲年青發明家大賽 我發明了一種可以在水底 也能點得上煙花 我差一點尾巴就夠材料了 一定贏定 但你還沒問我老師, 不是要拿 是偷, 被人知道了很大件事 到時候我一定會被人踢出體操隊 又不用你出手, 我叫你去看水 我發誓, 有什麼事 我陳恩一個人揹光, 不會連累你 好, 那你快點, 這樣才是朋友 我是陳恩來的 快點走,油進去 不吹了 那次我真的很害怕 陳欣進了實驗室之後 很久都沒有出來 我怕得上來,轉身就走了 他就是這樣被人斷症? 他沒有被人發現 你真是挺無義氣的 我最無義氣的也不算這件事 我最無義氣的也不算這件事 對不起,我剛才就這樣走了 傻瓜,我沒有被人抓到 不過話說回來,現在我有點美 那個發明家大賽 我想不贏也挺困難 有個發明家是我同學,我不是很帥嗎 傻瓜 不如我請你喝汽水吧 好 讓我拆了點錢 我的錢包呢? 糟了,一定是剛才掉到實驗室外面 不行,我要拿回來 你別的 如果學校發現了些美被人偷了 在實驗室外面看到我的錢包 打開一看,看到我的學生證 一定會把我的錢全都進入 不用怕,你剛好掉了銀包 就算撿到你不認,他也奈你不學 但阿Sir今天知道我們兩個留堂 他一定會問你 如果你用美去贏比賽的話 他一定不會相信我們說的話 這美沒記應的 你又不認,我又不認 他們吹我不像的 放心吧,就算真的被人知道了 我一個人摸上身,我不會霸你出來 那次學校發現了有人進了實驗室偷東西 之後就叫了很多人去問 我也是其中一個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你想清楚吧 我們學校是絕對不准去不成熟的人 代表學校校隊出賽的 你再不說 隨時會踢你出安馬校隊 甚至踢出校 我說,我說,是…是陳恩 那時候我很亂,我不想出賣朋友 但我練安馬練得很辛苦 才得到學校體操代表隊的資格 我不想就這樣放棄 結果我做到一件一生最後悔的事 那你還是選擇把事實說出來 但是陳恩就是因為這樣 那你即時趕了出校 退學手續已經辦好了 你可以走了 謝謝 不用 馬強? 對不起,我對迫不得已 所以才趕了你偷入實驗室的事 我真的不可以放棄自己的夢想 不可以失去代表隊的資格 你想打我,就儘管打我吧 我不會還手的 傻瓜,我幹嘛打你? 你不生氣我會出賣你嗎? 生氣的 不過你是為了自己的夢想才出賣我 如果你還當我是朋友的話 無論多辛苦也好 都一定要拿獎牌回來 這樣才對得起我,對得起你自己 保重了,我走了 那次之後,我聽來很多學校都不肯收他 他爸爸為了他的學業 就決定移民加拿大 如果他沒去,就不會有那場意外 就不會這麼年輕,就失去了一條命 兩件事都沒有相連關係 意外這些事是沒人想發生的 最慘的是,我不僅累死了他 我連答應他要做的事都沒有做到 你趕在安馬? 我沒有繼續為自己的理想奮鬥 放棄了安馬,放棄了體操 反而成為了一個 高不成低不就的野辣舖老闆 提名諾貝爾法學獎的美食華裔法學家 什麼未來會來香港? 你看,稍後還有一個公開講座 不用想了,一個位置五千元 還要有錢也未必有得去 這麼難得來香港就沒得見他了 很失望的吧? 但是你叔叔是能人所不能 叔叔,你好像有辦法 是嗎? 你看清楚一點 這個講座是劉小姐贊助的 昨天劉小姐親自給我兩張票 叔叔你這麼帥,不如讓我陪你去吧 不用陪了,那些法學東西 他認識我,我不認識他 找人陪你看 哥哥,你應該沒問題吧? 又不是說服裝,不用 好吃 芷妮,我陪你去吧 華人可以提名諾貝爾獎 很不簡單 真的嗎?謝謝爸爸 謝謝叔叔 好,你去吧 強哥 Damon 怎麼招呼不了? 是… 乾爹 大人的演講會 演出也不容易一點 說拖之前的酒會都隔得有性有性 人家是國際知名的人物 肯來香港演講已經很給面子了 如果他拿了諾貝爾獎,還要是華人之光 我稍後一定要拿這本書給他簽名 他寫這本書我很喜歡的 小姐,你簽名吧 什麼Viu Chen 不如過去拿簽名拍照吧 好 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跟你拍張照嗎? 沒問題 好的 我可不可以和我爸爸跟你一起拍張照嗎? 謝謝 謝謝 我當然不可以和你拍一張照 拍一張哪有夠?馬強 你是… 我不是胖了這麼多,是吧? 我是陳恩,你忘記我了嗎? 陳恩? 真的想不到Matthew Chan就是陳恩 我自己也想不到 以前那個整天不讀書 還要學到被人趕錯誤的陳恩 今天居然就有機會可以回到你的學校 現在全世界人都認識你 校長還在想怎樣跟你搞個歡迎會 你們不用搞那麼多事了 過了天我都走了 對了,都忘記了,正式恭喜你一聲 你這個馬強 這麼多年來都是這麼認真的 幾十歲的人,不要這麼老套 不要啦,不嫁也會弄臭蛋 多老套也好,我還欠你一句對不起 你還在說這件事嗎? 是我做錯的,我一輩子都會記得 好啊,你是要計算嘛,你坐下 你一定要跟我計算嘛 好,我就跟你計算清楚 應該是我欠你一句多謝才對 多謝? 當日不是只有你聽醒我 我根本就不懂得認認真真地 去面對自己的人生 不是你,我也不會去加拿大那邊讀書 你呢?過到那邊我才發覺到 原來這個世界有多大 學問可以有多深奧 雖然起步很艱難 要真正學到東西 就要多付幾倍的努力才行 誰知道總讀書形式原來才是最適合我 那你說,我不是也謝謝你才對 這麼多年來,我還是不夠你爭辯的 爭辯什麼?見回來也不知道多開心 那去哪裡玩更好 見回來我更開心 你知不知道嗎?我以為你車禍死了 我看了一些新聞 那女郵巴在山丹以外 死者名單明明有你的名字 是,那時候我在車子裡 但我只是受到輕傷而已 事後那些外國人應該不懂 看我的中文藝文師搞錯了 但早兩天我去你深水埔以前的家 連你媽媽也說你死了 我媽媽發生鼻氣就是這樣揍我 我已經知道了,他不想跟我去美國 不過我沒事了,我回去吧 你怎麼這麼好事 一眼就認得出來是我的? 當然,我經常都看著你的照片 這張… 就是你當年不見了那張學生證 我明明跌了在實驗室門口 為什麼在你這裡? 那天你的學生證跌到藍廁那裡 我撿回那張,校長也跑來拉人風艇 我都沒有機會給你 原來一直都是我自己拿來害怕 幸好我沒有機會給你一張靜寧 因為那時候我曾經答應過你 以為自己的夢想而努力 所以每次我失敗失敗了很多次 想放棄的時候 我就會拿你的貓樣出來看著 為什麼? 記住,我們曾經答應過 以為自己的夢想而努力 全靠有你的貓樣保佑 有,我只能捱得到 那你說,我對著了你的照片多年 化了灰,我都認得是你的樣子 怎麼樣?現在收不收貨? 我知道,我現在雖然不問些什麼 不過你多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拿起一個羅伯爾獎 到時候你們要親身飛過來 見證我獲獎和慶祝的 好,小柔,隨直也不出去倒數 教授,我以為我們做那份報紙 我還沒做完 那份回顧三年大事嗎? 貼三年剪布下去就行了 行了…不要做功課了,就這樣… 晚安… 老公,你也別做這麼晚了 行了,我想多次收到補條數 不過之前我會計算過,應該很快 子妮,你也別做這麼晚了,知道嗎? 知道 晚安… 我終於做完了 不做不知道 原來這三年我算是對得起自己的 那對不對得起我們? 當然對得起,不然我哪會這麼勤力 做好一點功課 我沒有睏,我先睡 晚安 你也早點睡吧,晚安 子妮 連子妮都滿意自己過去的成績 但是我對著眼前這些數字 竟然覺得很慚愧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 雖然撿到寶,每年賺到的都比往年多 反而我自己就一點進步都沒有 用了半生人的青春換回來的 就只得這一堆帶不走的數字 若然要認真去計算 我虧的肯定比賺到的多 在世間,這風冬雨有一種愛 從六歲到八十也不甘改 用我飛天空海闊前望將內 寒或暖又笑肉可一可在 遙遠,赤身參與漫長競賽 回家這路線,快樂報警 四邊覆蓋 越行越遠,困倦了鐘 有家中,這道門為我開 在世間